很多人都喜欢吃辣子鸡,但是总是把鸡肉吃完了,辣椒却倒掉了,总是感觉很浪费,今天你们按我这个方法去做辣椒比鸡肉吃得还快。 首先,我们把辣椒剪成段,辣椒子一定要去掉,然后用开水浸泡半个小时。 做辣子鸡最好选用鸡腿肉,给它去掉骨头,再切成大大的小块,然后放盐,胡椒粉,料酒,生抽,一个蛋黄,淀粉,抓拌均匀,腌制20分钟。 碗里放一勺白芝麻,一勺淀粉,一勺盐,半勺糖,搅拌均匀。 把泡好的辣椒倒进去,由下网上抓拌,这样能让芝麻完全地灌进辣椒里。 油温五成热,放入辣椒,开小火慢炸,炸到辣椒飘起,芝麻微微发黄,就捞出来控油, 然后把油温升高至七分热,倒入鸡块,迅速地将它划散开,小火慢慢地炸,给它炸得干一点,吃起来会更香, 每天都在用心地教做菜,就麻烦给个红心鼓励一下吧,非常感谢。